这一天 皆有林爵说要带慈禧之工去看他的睡床 林爵37岁来自缅甸 2013年为了生计 逃离来到马来西亚 因为健康问题失去工作能力 自此露宿街头 行人天桥是他的床 手里的背包是全副家当 过着像寄居蟹一样的生活 三餐只能依靠邻近的慈善团体救济 我只剩下的生活 常常去吃 我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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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必 我去吃 我住在那里 我有钱 我去去那里 要收费 但是现在我没有收费 我去那里 经朋友介绍 邻居吉隆坡医疹中心 寻求百内障的治疗 医疹中心知道他露宿街边后 转介慈善志工 接力关怀和援助 联合责善医疗的力量 帮他脱困 其实我真的很不舍 那个时候看到他 因为他才三十多岁 有时候我想到 我们自己家人孩子 都是接近这样的年纪 我回去啊 我一直在想 怎么办呢 他又是住在那边 然后我又看到他磕瘦 心里面有担忧啊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如果做了这个 白内障的手术之后 第一个星期是最重要的 在这样比较干净的环境之下 对他的那个眼睛会也会比较好 像我们就帮他申请一个急难 就是一个月就处了 慈济吉隆坡医疹中心 与Ultimax眼科中心工艺合作 为白内障病患进行手术 替换人工精状体 改善病患的势力 提升生活的品质 所以今天我们将是做的 车椅去眼睛的 我认为他虽然是流汗了 但是看起来他还是有一种尊业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他还是没有放弃自己 他只是因为他一直在工作 所以我们一直伸手去帮助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个星期内 林爵的势力就会慢慢改善 就如他的名字 爵子底下有个箭 重见光明 重述未来 麦大矮 林一罗国聪 吉隆坡报道